我之前做了一件事 車牌 車牌是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去英國需要換車牌嗎 你到時也要考的 要考還是換 要考 當然 我們在港英時代拿車牌 是啊 港英時代車牌 三十多年牌也要考 要考 第一件事是你走之前先換國際牌 那裡有 因為國際牌有效 一年 大部份國家你去前面90天 都可以 國際牌就可以了 沒有這個牌 你租車也租不到 試車也不必試到 等等我先做個國際牌 去到之後 看看兩件事 有些人喜歡保中 那就去保中 你有沒有在英國駕車 沒有 我在美國駕車 在加拿大駕車 就是一件事 根本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考到 任何人都可以考到 所以我覺得不用保中 但是有些人很緊張 那就保中 我們也有安排 那邊駕車師傅的華人 講廣東話的 沒問題 我去教車 可以 對 一定是這樣的 不斷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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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親切 很搞笑 很多客人問我們 有沒有教車師傅 那些鬼佬怎麼學 我問鬼佬 鬼佬不學 天生就懂 鬼佬跟著爸爸 開兩轉去超級市場 就當是懂 然後就去考 英美尤其是 美國尤其是 加拿大地方 那些地方大 你知道我生回來香港 他們佩服到我這麼抵抬 因為他們連近後尾進車 那樣 S位還要這麼抵抬 沒有可能 直接不敢拍 舅舅 你來吧 然後就想到他們 因為他們 真的不放進去 但是地方大 英國就差一點 也要拍一下 去加拿大 記住有左軚 左右軚沒問題 我第一次在美國回來駕駛 一轉對打車 一次而已 只是習慣 習慣的 我第一次駕駛 我們現在是有軚車 我第一次駕駛左軚 我忘記在哪裡 台灣還是哪裡 還是韓國 我忘記了 你一開始覺得 會不會不懂 只會習慣的 一開始就懂 你可能會偏埋一邊 一開始 但也一樣 去到那邊 你喜歡幾快 預備好不時路試 不時路試 即是香港排成年 不用的 不用 那邊駕駛是找食 沒有車就找不到食 不時反而是難 我覺得政府不用 用英文 用英文 ABCD 加拿大也是這樣 通常一兩個星期內 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都會跑到車牌 就拿一個Apps 香港有些Apps 我想去到英國也有 英國的不時調 也有什麼 Examination Multiple Choice 那些Apps 就讓你自己有幾年 我想有的 其實很容易 OK 不會阻礙你 考上那邊的車牌 就簡單一點 但如果考不到也不要緊 國際牌 也有利用 起碼你可以一開始租車 甚至買一輛二手車 因為那邊二手車 你這樣買 即是貸款也不錯 之後你再換牌 也沒有問題 OK 但是 可以換牌 他幫你篩走了一些 英國是不是真的有很多鬼 我真的想知道 全世界哪個地方沒有鬼 你住在英國有沒有見過鬼 這麼多年 全世界都有鬼故 不是鬼故 你在香港經常看到鬼 在英國有沒有見過 有 也有 說知道他死了 他死了 金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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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見到鬼有頭髮 你只是看到一個影 是 OK 我們先看看英國有什麼鬼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